再看到新城乡华阳部落 31号举办部落聚会所完工启用典礼 而乡长和立台针对尚未拥有聚会所的部落 将会积极地争取经费 期许乡内每一个部落都有日常聚会 传授智慧、记忆、记典 以及凝聚部落精神与促进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 而这次华阳部落聚会所的启用 也将成为族人文化传承的重要据典 华阳部落参与以来在明有公园土地篮球场 聚集办理碎石剂以及活动 应无可遮阳遮余屋顶以及厕所等相关设施 确实需要原始兴建聚会所的需求 有赖与中央地方合作 经相产核定规划为明有公园土地篮球场 兴建聚会所 110年5月10号花林县政府核定新办事业计划 公所在106年提报107年永续发展造型计划 原民贵在107年8月核定规划费 因物价上涨剧烈 变更设计大小为半个风雨球场的大小 且工程总经费提高到2100万元 建立相公署也编略750万元自首发包之后 感谢花林县政府补助50万元 成立委协助争取原民贵基本设施维持费补助 120年度及113年度各650万以弥补公所的自首款不足 建屋有聚会所主体一座风雨球场以及厕所 本案于122年10月20号开工 并且113年8月31号办理军工典礼 特别有提到我们中央助长在去年的时候 每个厨委来到新城湘工程 来知道我们来编射文 现在近快的在进了啦 能够把三个机会所来给大家进攻 我想这个工作我们也做了大概有三次的一个努力 还有三次的工程 也希望教授延永会跟花林县政府 我们习现场也不顾 认识成初委 成臣委员 多加帮忙一下 承永委员这边 后面还有一大部份的这个工程 还要再做大概还有2,600,000计算 2,700,000 当然一个事情都完成经常在讲 这个成头目啊 华雅啊 这个成头目不得了 明师显出一个好头目 为什么这么讲 明师开位的时候都数个相公所 你这个机会所什么时候就动工啊 你什么时候要完工啊 我的机会每天都给我压力啊 每天都骂我啊 这工作不做好不行啊 今天他可以在部落 看这种螃蟹种 今天大家的合理台表示 为了使部落机会所球场更加完善 今天相公所积极争取 增建半个风雨球场 除场是一座 以及相关部落图腾 异象设施 预估需要工程总经费2700万元 感谢郑天才委员协助 以及华丽师傅 协助纳入花冬基建第四期 为第三期新建计划 记者继续前相报道